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令人关注的国际话题 德国与菲律宾近日同意扩大国防合作协议 这一协议的达成是在面对中国在南海日益增长的威胁之际 两国为加强军事合作,进行联合军事训练 并可能出售德国武器所做出的回应 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和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 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通过武力或胁迫推进扩张性主张的行为 并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坚定承诺 他们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签署这项重要的防务协议 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安全威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与菲律宾同意扩大国防合作 以应对南海局势升温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一场关键的会议正在进行 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 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 站在一排国旗下面带严肃 随着两位国防部长的联合声明发布 德国与菲律宾的国防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事件发生在一个关键的时刻 正值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日益强硬 北京自称几乎拥有该地区全部主权 这种主张无视2016年国际仲裁的裁决 南海是全球重要的贸易和安全航道 然而中国军事行为的升级 让这里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焦点 国防合作协议的诞生 周日南华早报报导说 德国与菲律宾已同意深化军事合作 并计划在年底前签署国防合作协议 这一协议将重点关注对能力、训练和信息交流的相互理解 特奥多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合作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景 即尊重联合国宪章 以及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稳定和平的印太地区 这并非德国和菲律宾首次合作 两国的防务合作可以追溯到1974年 那时双方签署了一项行政协议 德国曾通过这一协议为菲律宾军队提供训练 面对中国的挑战 然而,正如美联社报导指出的 这次合作具有特殊意义 南海的对抗不断升级 自从中国在那里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 菲律宾一直在努力寻求更多的防务联盟 皮斯托里乌斯强调 德国在该地区的参与不是针对任何人 然而,他同时也表示 国际裁决否定了中国基于历史理由对南海的扩张性主张 这一裁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的 特奥多罗毫不掩饰他对中国行为的批评 南海冲突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中国非法且单方面试图将南海的大部分地区化为其内水 他还补充道,菲律宾并没有挑衅中国 我们不寻求战争,但我们有义务保护属于菲律宾人的专属利益 皮斯托里乌斯则进一步表示 希望这项协议能在年底前可能已经在10月签署 从而加强两国武装部队之间的长久关系 海上对抗与外交努力 Yahoo!US报导指出 这项国防合作协议的重点在于扩大两国武装部队之间的训练合作以及军备合作 这不仅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南海日益增长的侵略行为 也是为了确保地区的稳定 特奥多罗和皮斯托里乌斯在联合声明中强烈反对 任何单方面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推进扩张性主张的行为 他们重申坚定承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保障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和其他和平利用海洋的权利 这一点尤为重要 因为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对抗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据报道 今年6月17日 在菲律宾占领的南沙群岛第二托马斯礁 发生了一场惊人的暴力冲突 中国部队携带刀具、斧头和零石矛 与菲律宾海军人员发生对峙 这场冲突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国际海洋争端的影响 这场对抗并非孤立事件 菲律宾及其长期条约盟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经常指责中国破坏国际原则 包括使用强力水炮、军用及激光以及阻挡 和其他危险行为来对付菲律宾船只在南海的行动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邻国如越南、缅甸、文莱和台湾间的长期领土冲突仍在继续 并伴随着激烈的言辞战 德国的战略角色 皮斯托里乌斯是首位访问菲律宾的德国国防部长 他的访问标志着德国在亚太地区防务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皮斯托里乌斯强调 德国支持2016年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仲裁裁决 该裁决否定了中国基于历史理由对南海的扩张性主张 皮斯托里乌斯说 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我们需要为缓和局势做出贡献 这只有在我们保持所有沟通渠道畅通 包括与中国的沟通渠道时才有可能 未来的展望 未来几个月 德国和菲律宾将如何推进这一国防合作协议 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随着南海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这项协议可能成为地区稳定的重要支柱 所有国家都必须能够享有航行自由 无论其经济实力或地理规模如何 这是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捍卫的原则 皮斯托里乌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总之 德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国防合作协议 不仅是两国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也是在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一次重大举措 这一协议的达成将对南海局势乃至亚太地区的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德国与菲律宾于近期宣布扩大其国防合作 这一举措是在面对南海地区日益升级的安全威胁背景下进行的 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 在马尼拉会面讨论了该国防合作协议的细节 并计划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最终协议 这项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增强两国之间的军事训练和信息共享 并探讨德国向菲律宾出售军事装备的可能性 特奥多罗强调该协议将集中于能力建设训练和信息交流 目的是在面对区域内日益加剧的安全挑战时提升菲律宾的防卫能力 这一军事合作协议的推动也反映了马尼拉 希望通过加强与包括德国在内的盟友的合作来应对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为 南海作为全球贸易和安全的重要航道 长期以来是中国与其他区域国家之间争端的焦点 中国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 但这一主张在2016年的国际仲裁中被否决 尽管如此 中国仍继续其扩张行为 包括使用强力水炮 军用级激光 以及阻挡菲律宾船只等手段 这些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 德国坚定支持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做出的2016年仲裁裁决 并强调所有国家都应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形式 德国的参与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而是为了维护区域内的和平与稳定 此外 菲律宾和德国的防务合作协议 还旨在促进两国武装部队的长期合作 这不仅包括军事训练和信息分享 还可能涉及联合军事演习和其他形式的军事合作 两国的国防部长在联合声明中强调 这一合作是在全球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进行的 包括从乌克兰到亚洲的多个热点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 德国是菲律宾最古老的正式国防合作伙伴之一 双方的军事合作 可以追溯到1974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协议 此次新的国防合作协议将进一步深化 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并可能在今年10月达成 这一协议是在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对抗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达成的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的政府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 以应对中国的威胁 北京则指责华盛顿和其盟友 通过增加军事部署 来挑衅并威胁地区稳定 总体来说 德国与菲律宾的国防合作 不仅将提升菲律宾的国防能力 也将促进区域内的安全与稳定 这一合作反映了国际社会 对于维护南海及其他地区和平的重要承诺 并强调了根据国际法解决争端的重要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菲律宾与德国的国防合作协议 简直就是双赢的安排 首先,菲律宾需要强化自身国防能力 尤其是面对中国在南海的强势行动 德国作为老牌军事强国 有着丰富的军事装备和训练经验 这对菲律宾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再说了,德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合作 不是刚刚开始 而是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早在1974年就有了合作基础 这次合作协议 只会让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 哎,楚天书 你这可是太天真了 这个协议能有多大的实质性作用 德国现在勉强保护好自己都算不错了 还要跑到南海来当和世老 要知道 德国的国防预算早就被削减了 连自己的军队都装备不上最好的武器 你指望他们给菲律宾什么样的帮助 这个协议听起来像是好听的外交话术 实际上能落到实处的不多 谢奇奇,这可不是空口无凭 德国的军事工业可是世界领先的 他们的潜艇、坦克和防空系统都是数一数二的 再说了,德国这几年面对欧洲的安全局势也在恢复军事投入 这次合作还可以给德国的军工产业带来新的市场 菲律宾也不是一门心思指望德国 这只是他们多边合作的一部分 南海局势紧张 菲律宾需要更多的国际支持 德国正是他们需要的合作伙伴 楚天书,你说的真是天花乱坠 德国的坦克确实好 但你觉得菲律宾这个小国能负担得起多少 还有,德国的军备出口一直受制于严格的法律和道德标准 这些装备能不能顺利交付还是个问题 而且,德国自己也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压力 他们有多少资源分给菲律宾呢 这些合作看起来只是政治上的姿态 实际效果恐怕难以让人满意 谢琪琪,你这是典型的唱衰派 德国和菲律宾的合作不仅是军事装备 还包括训练、信息交流等多方面 这些因素对于提升菲律宾的国防能力至关重要 当然了,德国没指望单枪匹马扛起这个重担 这是国际合作的大势所趋 就像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一样 国际和平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 这次合作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你觉得这不值得鼓励吗? 哎哎哎,楚天书,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联合国宪章是一回事 落实到具体的国防合作又是另一回事 德国自己内部还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从经济不稳定到内政困局 他们哪有心思权利支持菲律宾? 合作协议的确听起来很美好 但我们不能忽视现实中的种种掣肘 这场合作能不能真的给菲律宾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恐怕还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哇塞,这次德国和菲律宾真是攜手大步向前 搞得人热血沸腾 他们的目标很简单 对抗中国在南海的霸道总裁模式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 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携手 准备在年底前签署一项国防合作协议 这不是随便说说的 他们可是认真到连军事装备的合作都在盘算呢 首先,这次合作有三大亮点 第一,双方将强化军事训练和能力建设 这简直是给菲律宾装上了新的肌肉 第二,信息交流也纳入合作范畴 这意味着他们会变得更聪明、更敏锐 最后,协议还呼吁维持印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这是对中国扩张行为的一技重拳 告诉他们别惹事 咱们这儿有兄弟站台 再来聊聊背景 南海一直是个麻烦地区 中国声称拥有几乎整个海域的主权 而菲律宾和其他国家对此可是非常不爽 这片水域不仅是全球贸易的重要通道 还是个资源丰富的宝藏 德菲这次的合作正是对中国那霸道行为的强力回应 特奥多罗还特别强调 南海的问题只有一个根源 那就是中国非法声称的主权 他可不是在开玩笑 菲律宾已经多次受到中国军舰、水炮和激光的特殊待遇 这次菲律宾和德国的联合声明明显是向中国示威 你们要是再乱来 我们可是有靠山的哦 在这背后 美国也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 美菲之间的军事合作一直紧密 美国也多次指责中国破坏国际规则 这次的德菲合作 其实也是在美菲合作的延续和加强 德国并没有明确说这是针对中国的 但从所有细节来看 这无疑是向北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伙伴们已经联合起来了 你们再霸道就别怪大家一起反击 那么这个协议具体会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 德国的参与会给菲律宾提供更先进的军事训练和装备 提升其国防能力 其次 这也意味着德菲之间的合作会更加深入 甚至可能在未来进行更高层次的联合军事行动 从战略角度看 这是对中国的一个重要威慑 让他们在南海的行动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总之 德国和菲律宾这次的合作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德国借此机会加强了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而菲律宾则获得了实质性的军事支持 这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重要讯息 面对不公平和霸道 国际合作是最有效的应对方式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这对新伙伴能在未来达成什么样的成就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